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5号星期一 川普出院了 川粉都特别高兴 特别激动 但是我 没有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太早 我觉得出院出的太早 不当然了 他的医生有不同的想法 好吧 然后川普一回去之后 在推特上就发了两个影片 川普的推特 你们都能找到 我就不给你们再发链接了 你自己看他推特上发了 然后做的那种特效 找到视频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他那种特效 说句实在 就现在很多小的自媒体 都能做到那种特效了 对不对 现在来讲 也不算是什么特别高级的 我看纽约以前大网红 现在搬到加州 那叫什么 Cassie 我觉得还没Cassie 做的特效好了 Cassie的特效 做的真的是牛 他自己一个人做 做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fancy 就是那种 对 特别的五花乱坠的那种 我觉得川普 他这个特效 还没有Cassie做的好了 我说也还不错 做了一个特效 然后直升飞机 带着川普就飞回来了 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号 总统专重直升机 在晚上七点的时候 在白宫南草坪着陆 然后川普走下台阶后 走上了白宫的一个阳台 然后上了阳台之后 就把口罩摘了 然后衣服的一哥 然后就开始照相 然后双手笔 打不止 然后挥手置意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后来他就又搞了一个影片 他说我会很快回到竞选的比赛当中 而且假的新闻媒体 就fake news 只会报道假民调 都是假的 说大家不要担心新冠 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家 我们有最好的医疗设备 我们有最好的药物 我这次在医院里边 跟他们学了很多 关于新冠的知识 我更了解疾病了 大家不要让新冠 去阻宰你的生活 不要让恐惧阻宰你 不要担心 我们要一起洗手来 冲到美国 恢复经济 我们会战胜这一切的 而大意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然后白宫的医生 康利说 说川普还没有完全摆脱风险 我也这么认为 这等于两个星期之后 他能知道通常都第二周 才比较厉害 对吧 他说我们的医疗团队 和我在我们医疗团队的 所有的评工当中 都得出了一致的意见 就是川普的临床的状况 还是支持他 就可以返回白宫了 而白宫将有的医疗设施 和人员将全天候的 去观察总统的健康状态 他说对于一般 对于患者来讲 每一天的不必要的住院 对他们来讲 也都是不必要的风险 在医院里也不好 他说目前没有什么 是医院能做的事情 是我们在白宫 不能安全做到的 我们在白宫 我们有仪器有设备 我们也都能做 这个病的反正也就这样了 我们对在白宫 我们也能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也能处理 好吧 我估计是各种那种 什么急救的 什么那种就是开管的 什么呼吸机 都在白宫都给他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药不行 川普现在一共用了 就各种药 我们也说了什么 叫什么一个鸡尾酒的 一个抗体 还用了叫第三米松 第三米松是肋骨醇激素 说一般来讲 是不用于新冠病毒 疾病的轻度 或者中度症状患者 都是给重度患者用的 这是激素类的重要 第一天我就说 我觉得川普这老头 比较狠 比较赶 知道吗 什么药他都赶上 你知道吗 他现在就是激素也吃了 说这种肋骨醇激素的药 一般都是给重症患者 才用的 但是老头 他现在算轻度 他连中度都不算 他就是轻度 但是已经都多用上了 而且川普还服用着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一般也是给中度和重症患者 才用 他这种按理说是不重的 但是现在也用上去了 只能用的都用上了 但是医生也说 医生说现在谨慎乐观 但是要保持警惕 因为像一般来讲 像患者在这么早期就接受这些疗法的话 对医生来说这还是一个未知领域 一般来讲 通常在这么早期的时候 不给用这么重的药 都通常药到中度或者重症了 才给用药 但是毕竟他这总统 大家也是担心 因为他出什么问题的话 影响比较巨大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川普要出问题 美国股市就崩了 那就真的是崩了 整个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的天 你想川普药是 我的天 你都不知道弄成什么样的 所以反正 但是说实话 这么重的药都用上之后 万一后面药不行的话 你怎么办 对吧 你说瑞德西北都已经吃上了 对吧 你后面再不行了 你就没有药了 对吧 现在肋骨唇的激素也用上去了 如果后面不行 再怎么办 这种激素类的药 一定要谨慎 这种药 弄药 弄量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谓的 就很多人说 说得了这种病 治好了 也有后遗症 说以前非典 好多人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 实际上 那个时候有了后遗症 不是非典导致的后遗症 是用药导致的 当时的非典 很多人就是说 为了当时没有办法 为了救命 大量的使用了这种 肋骨唇的激素类的这种药 当然未必是这个 但是反正同样类型的这种药 这种激素类的药 大量使用的话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 非常严重的 有些甚至就是说 是不可逆的影响 所以所谓的后遗症 其实是因为大量用激素 最后导致的 然后用激素 还是要非常小心 所以川普这么早 就把激素用上了 不过我相信 大夫给他用的这种激素 应该剂量是非常的轻的 我相信他们应该 不过还有一点 他都74 也就这么大岁数了 也就敞开了 也就你知道吧 就跟以前说什么 说美国有一阵 有什么风牛病 说是风牛病 然后大家就不敢吃牛肉了 说风牛病吃完之后 在你身体里潜伏 潜伏个三四十年之后 就会爆发 所以当时吃的没事 过个几十年就出来了 然后看美国 然后那身牛肉就特别便宜 美国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婆 高兴 美国人本来就喜欢吃牛排 去买最好的牛排 最好的牛排当时 就因为牛排便宜 大家不敢买 说原先那种特别贵的牛排 变得特别便宜了 天天吃最好的 最贵的那种顶级的 A级牛排 知道吧 然后说那你回来风牛病 他说我今天八十了 九十了三四十年之后 等犯病的时候 你到棺材里去你妈找风牛病吧 也先吃了再说 到了我这岁数根本就不想了三十年之后 怎么着 没有三十年了 反正也就这意思了 知道吧 所以就先吃了高兴再说 所以川普这个 也就反正 也就这样 老头就跟你拼了 不过他也是比较彪患 这老头 所以他那一出来 我当时就说 我说他肯定敢 你看着 他最后他就 他就这些药 他就全都给你顶上去 你知道吗 他推荐了 他就真敢吃 乡里葵 他之前他也吃过 这激素他也吃了 绿车事件他也吃了 反正他就全来 再生源的 什么鸡尾酒 抗体 更扯 刚做完了 第一期临床实验 对吧 直接拿总统做 做第二期临床 反正老头也是胆比较大 比较彪悍 真的是 像女儿说的 说你是一个斗士 所以我觉得 你看像现在什么 CNN 纽约时报 说川普害怕死了 瑟瑟发抖 说他一直在那说 我会不会死 反正你看老头 这个狠劲 是吧 我就觉得要不 川普说 假新闻 只会报道假新闻 就真的是这样 你说真的激素也下去了 对吧 什么还没有第二期临床实验 都没做的药 都吃下去了 绿特新闻也下去了 你说这老头 我觉得你也得服 是吧 他也是够狠的了 说实话 够狠了 你还想怎么着 对不对 难道还弄个活人吃吗 是吧 好吧 知情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